夜色如画,两轮低旋的月,一弯新月如沟,蕴染着海面飞红 主宰了数周的红日,终于沉入北方的山巒 盛夏的湿热消散夜空陈彻繁星如转 熟悉的星座西树登场,更有深藏的星图等待天文爱好者的探索 就在双月之上,一颗星骤然增亮,温开的 众人欢呼星光玉盛,数代前仙人们已遇见一颗巨星走向末日,必将引发宇宙烟花 尽管科学昌明,人们仍爱用古城克星来指代这壮观的宇宙事件 转瞬之间克星的光芒盖过群星,甚至比这恒星系的行星加起来还要耀眼,比双月更亮 全球共商圣举欢庆这难得一见的宇宙奇观 克星虽常见,但如此璀璨着实处罕见 然而就在一片欢腾之中,有一双眼睛却满含金热 他们正全神贯注地监测着高空的风向 卫星时事传回的数据显示,臭氧层正在急剧缩减 这与那颗愈发明亮的克星,有着惊人的关联 若然其发展不到一周,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孔将不复存在 虽然这只是个故事,但毋庸置疑如此近距离的超新星爆发 足以毁灭任何文明 在宇宙的黎明,也就是大爆炸后不到十亿年 超新星爆发,频发人点缀着那片年轻而动荡的星海 彼时星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恒星的诞生如火如荼 宇宙是一片狂暴的熔炉 超新星爆炸,虽然为宇宙拨撒了孕育生命的种子 但也埋下了毁灭的复辟 那么这些承载着希望与危机的星球究竟何时诞生 它们又是怎样的世界 我们如何窥探宇宙行星的多样性 一场穿越无数奇异世界的旅程即将开启 从叶太水世界木卫二到其他遥远而神秘的星球 我们或将揭开外星生命的谜团 木卫二快船,于10月14日启程 借助行星引力,有望在2030年抵达木星这颗最具魅力的卫星 然而稍有不慎,这趟星际之旅便可能化为灰烬 银河系中是否藏匿着外星文明 让我们一起探索寻找答案 它可能是一颗与地球相似的蓝色星球 围绕一颗泪太阳恒星旋转 也可能是一颗干涸的卫星 环绕着一颗红海星处于宜居带边缘 无论在哪种极端环境下 生命都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存在 但这些生命迹象往往极其微弱 需要下一代超级望远镜才能探测到 考特尼德雷辛教授肩负重任 他将领导NASA的下一代旗舰任务 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 甚至超越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只有通过更先进的望远镜 我们才能窥探到遥远行星的真实面貌 寻找那些微弱却充满希望的生命信号 已居世界天文台 这个名字响亮而充满期待 但它的发射仍需时日 正如德雷辛教授所说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发令枪响 这台望远镜它不仅仅是寻找行星 更是要寻找生命本身 相比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移居世界天文台的镜面更大 分辨率更高 它能拍摄到数十颗类地行星的清晰图像 并深入分析它们的大气成分 寻找生命存在的蛛丝马迹 而之前的望远镜 往往只能观测到巨大的气态行星 我们可以想象 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将首次看到地球之外的 另一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这将是人类探索宇宙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这台星星超级望远镜 将把目光聚焦在 与地球类似的岩石行星上 开启太空探索的新篇章 短短三十年间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个世纪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猜测 宇宙中存在着无数的行星世界 如今这一猜测已得到证实 我们的太阳系并非独一无二 银河系中数千亿颗恒星 很可能都拥有自己的行星系统 但这些行星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 它们与我们的太阳系相似吗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这台星型望远镜将为我们揭开谜底 它将帮助我们探测到更多的内地行星 并详细研究它们的大气成分和表面特征 通过这些观测数据 我们有望找到地球的孪生兄弟 甚至发现外星生命的迹象 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 寻找外星行星却一度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天文学家们普遍是怀疑态度 认为行星太小太暗 很难在耀眼的恒星光芒中被发现 以太阳系为例 地球相对于太阳而言 只是沧海一束 木星更是微不足道 如果我们站在十秒差距外观察太阳系 木星和太阳几乎融为一体 正因如此 寻找系外行星被视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正是这些先驱天文学家们 在一片质疑声中 坚持不懈地探索着宇宙的奥秘 想象一下要在几公里外发现一枚小小的硬币 这就是天文学家在寻找系外行星时所面临的挑战 不仅如此 行星本身并不发光 它们的光芒完全来自于反射恒星的光 中子星虽然体积小 但亮度极高 即使在数百万光年外也能被观测到 然而行星却没有这种优势 太阳的亮度是木星的2.5亿倍 这使得行星在恒星的耀眼光芒中显得微不足道 正是由于这些困难 当1992年人类首次发现系外行星时 这颗行星既不围绕一颗普通的恒星 也不是通过传统的天文观测方法发现的 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1992年天文学家弗雷尔和乌尔什战 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们找到了两颗围绕脉冲星运行的行星 脉冲星作为宇宙中最极端的天体之一 其密度之大 令人难以想象表面重力 更是强到连光速都无法逃脱 脉冲星高速旋转发出强烈的辐射 其周围环境极端恶劣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中 竟然存在着行星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行星形成的传统认知 尽管脉冲星环境极端 但天文学家却在遥远的侍女座 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系统 PSRB-1257monster-12 这个系统距离我们2300多光年 由于距离太过遥远 科学家无法直接观测到其中的行星 然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 通过分析脉冲星发出了脉冲信号 这些脉冲信号极其稳定 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意味着 有天体在扰动脉冲星 行星的引力虽然微弱 但足以引起脉冲星的轻微摆动 从而导致脉冲信号发生多普勒的平移 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 科学家们才首次确认了系维行星的存在 这种现象其实和我们日常生活中 听到的救护车鸣笛声的变化很相似 当救护车向我们驶来驶 声音会变得尖锐 这是因为声波被压缩 而当救护车远离我们时 声音就会变得低沉 这是因为声波被拉长 脉冲星就像宇宙中的时钟 它们的脉冲信号非常稳定 科学家们利用多普勒效应 通过分析脉冲信号频率的变化 来判断脉冲星是否在运动 以及运动的方向和速度 这就像侦探通过细微的线索来破案一样 科学家们通过分析这些微小的频率变化 来揭示宇宙中隐藏的秘密 弗雷尔和沃尔什战两位科学家 在发现这一现象后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考虑到地球太阳的运动 星际介质的影响 甚至连脉冲星本身 可能出现的故障都考虑在内 最终他们发现 多普勒平尼的规律性变化 只能用一种方式解释 那就是有两颗行星正在围绕脉冲星运行 这两颗行星的质量 大约是地球的四倍 经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命名 这两颗行星被分别命名为 Portigist 巧闹鬼和Forbitter 噩梦之神 这两个名字都源于 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作品 用来形容他们神秘而有恐怖的 家园麦冲星 当瑞士天文学家 迪迪埃奎洛兹与米歇尔麦耶合作 研究飞马座五十一时 他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数据 这颗恒星距离我们约50光年 是一颗普通的恒星 然而数据却显示 有一颗巨大的行星 正以极近的距离围绕它运行 这颗行星的质量与木星相当 但轨道却比水星离太阳的距离 还要近得多 这样的发现挑战了 当时天文学界对行星系统的认知 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奎洛兹回忆到 要让大家相信这一发现 需要一种软疯狂的精神 然而事实证明 奎洛兹的发现是正确的 自此之后 天文学家们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寻找和研究戏外行星 发现了无数奇特的行星系统 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也告诉我们 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 宇宙中的行星千奇百怪 远比我们太阳系中的行星 更加多样化 比如HG189733B 这颗行星就拥有 令人惊叹的深Lost 蓝色大气层 但这美丽的颜色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颗行星上 玻璃鱼以极快的速度很少 风速更是达到了 阴速的七倍 再比如 TreeS2B 这颗行星则以其黑暗著称 它几乎不反射任何光线 就像宇宙中的一个巨型黑洞 科学家们至今 仍未完全解开它的神秘面上 而J11407B 则拥有一个超级壮观的环系统 比土星环还要大得多 复杂得多 J11407B 这颗行星的环系统 简直令人太为观止 它的直径达到了 惊人的1.8亿公里质量 相当于一个地球比土星环还要大 上600多倍 如此巨大的环系统 让行星本身都显得有些渺小 想象一下宇宙中可能存在着 无数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奇特行星 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分和轨道 有些可能比J1407B还要奇特 寻找这些系外行星的方法有很多 其中灵日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当一颗行星从它的恒星前面经过时 会遮挡住一部分星光 就像发生了一次微小的日史 通过观测恒星亮度的微小变化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些隐藏的行星 当然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观测数据和一点运气 因为行星的轨道平面必须恰好与我们的视线对齐 除了灵日法还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用来寻找系外行星 比如镜像速度法 2009年发射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生的 它持续不断地监测着天鹅座方向的数十万颗恒星 寻找恒星亮度微小的变化 经过多年的观测 开普勒发现了数千颗系外行星 其中开普勒16B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 这颗行星并不像我们太阳系中的行星那样 围绕一颗恒星运行 它竟然同时围绕着两颗恒星运转 这就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让人不禁感叹宇宙的奇妙 虽然灵日法在寻找系外行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它只是我们探索宇宙的一种工具 灵日法虽然简单 但它只能告诉我们行星的大小 想要了解行星的质量和成分 还需要借助其他方法 科学家们通过复杂的模型 结合行星的大小和质量来推测它的组成 比如一颗与地球大小和质量相似的行星 不太可能是由氢和氦氧的氢元素组成的 而更可能是由岩石和金属构成的 为了更全面的研究系外行星科学家们 开发了更先进的太空望远镜 比如TES TES不仅能探测到行星零星的现象 还能通过其他方法测量行星的更多特性 短短6年TES就发现了数千颗候选行星 为我们揭开了宇宙行星多样性的灭纱 2024年TES发现了一颗令人惊讶的行星 TC316510万02760b或者说凤凰 这颗行星距离它的恒星非常近 按理说早就应该被恒星的高温烤干了 然而它却奇迹半地保留了一层大气层 这简直是一个宇宙谜团 天文学家认为这种状态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也许再过不到11年 这颗行星就会失去它的大气层 未来的南希格雷斯 罗曼太空望远镜将是寻找系外行星的力气 它能一次性观测到100万颗恒星 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凤凰 这样的奇特行星 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系外行星 我们需要直接研究它们的光 当一颗行星从它的恒星前面经过时 有一小部分恒星的光会穿过行星的大气层 通过仔细分析这部分光 我们可以了解行星大气层的成分 虽然这非常困难 但却是我们揭开系外行星神秘面纱的关键一步 要深入研究系外行星大气 我们需要像哈勃和赵姆斯韦伯这样的太空望远镜 韦伯望远镜尤其擅长这项工作 它已经帮助我们发现了许多西外行星大气中的分子 比如甲烷、二氧化碳等 更重要的是 韦伯还让我们看到了可能存在生命的迹象 比如K28B这颗行星 它的大气中就检测到了甲烷和二氧化碳 虽然这些分子并不一定是生命存在的直接证据 但它们的存在暗示着这颗行星上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大气化学过程 虽然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系外行星就已经发现了许多超出我们想象的世界 宇宙的奥秘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多彩 当我们回望系外行星探索的早期 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我们所发现的行星系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以一颗距离我们66光年的恒星为例 它周围的行星系统简直就是一个炼狱 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以极快的速度绕着恒星旋转 另一颗内地行星则被烤得焦黑 而且还受到气态巨行星的强大引力拉扯 这颗内地行星的命运尤其悲惨 它不仅离恒星太近 而且还被邻居行星的引力不断揉捏 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命几乎不可能存在 通过简单的牛顿定律 我们可以计算出巨大的潮汐力 给这颗内地行星带来了多少能量 结果令人震惊 这颗行星被拉扯得如此剧烈 以至于它自身发光 就像一个巨大的白智灯泡 它的表面温度高达2600开尔文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 但实际上是基于严谨的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 即使我们只掌握了很少的数据 也能通过巧妙的分析 揭示出隐藏在宇宙深处的奥秘 原子光谱就像元素的身份证 每个元素都有独一无二的光谱指纹 早在我们深入了解原子结构之前 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这一规律 如今天文学家利用这一原理 通过分析恒星光穿过 系外行星大气时产生的光谱 来揭示这些遥远星球的大气成分 想象一下当一束光穿过行星大气层时 大气中的各种元素和分子 会像指纹一样在光谱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天文学家通过仔细研究这些印记 就能识别出行星大气中存在哪些元素 然而这项工作并不简单 行星大气环境复杂 多变不同分子 产生的光谱线可能相互重叠 而且我们能观测到的光谱范围 也十分有限 因此天文学家需要借助复杂的计算机模型 来模拟行星大气 并与观测数据进行对比 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我们已经知道引力如何影响行星的大气 也知道不同分子在大气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通过这些指使天文学家们能够对遥远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进行推测 并描绘出宇宙中行星的多样性 令人惊讶的是 我们最早发现的系外行星与太阳系中的行星完全不同 这些巨大的气态行星 也就是所谓的热木星竟然离它们的恒星非常近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认知 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 这种巨型行星不应该存在于恒星附近 科学家们认为 热木星最初可能形成于远离恒星的地方 后来由于引力的作用逐渐向内迁移 最终到达了现在的位置 由于恒星的强烈辐射 一些热木星变得异常膨胀 甚至被拉成了椭圆形 虽然这些行星非常奇特 但它们的环境极端恶劣 不太可能孕育生命 相比之下 科学家们更关注那些位于恒星 宜居带内的内地行星 这些行星的表面温度适宜 可能存在液态水 也就意味着有孕育生命的潜力 小青红爱星周围的行星系统 是寻找这类行星的热门目标 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银河系中 到底有多少颗行星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行星的数量非常庞大 有些科学家估计 平均每颗恒星周围 都有一颗行星 甚至更多 这意味着 一颗颗潜在的生命星球 可能散布在银河系的各个角落 仅在我们银河系中 就有数十亿颗行星 甚至包括那些没有母星 在星际空间中流浪的行星 尽管我们已经探索了数十年 但对银河系中行星的了解 仍然非常有限 即使如此 科学家们还是尝试 对银河系中 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数量 进行了粗略估计 结果令人震惊 如果我们只考虑 那些类似地球 位于一居带内的行星 那么银河系中 就可能存在数十亿个 这样的世界 这表明我们的地球 或许并不孤单 在宇宙中 可能存在无数个 与地球相似 甚至孕育着生命的星球 这一发现 不仅拓展了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也激发了我们 对地外生命的探索热情 短短几十年 天文学家就发现了 数不尽的系外行星 它们的奇特程度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 热木星宇宙中 还有很多 更加匪夷所思的行星系统 比如有些行星 同时围绕两颗恒星旋转 有些行星的质量 与它们的半星 相当共同组成了 双行星系统 还有一些行星 孤独地漂浮在 星际空间中 此外系外行星的尺寸 也多种多样 从比木星更大的 气态巨行星 到比水星更小的 岩石行星 应有尽有 有的星球冰封千里 有的岩浆肆虐 有的完全被气体包裹 它们的成分也各不相同 有富含碳的 有富含硅的 甚至还有几乎没有地核的 短短几十年的探索 我们就发现了 数千颗系外行星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如此高的行星行增效率 让我们不禁思考 行星的诞生 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观测 行星形成的全过程 但通过对年轻恒星 和圆形星盘的观测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想象一下 我们收集了一堆拼图碎片 虽然每块都独一无二 但它们却共同讲述了一个 关于宇宙起源的故事 天文学家们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试图拼凑出 行星形成的完整画面 我们的太阳系 以及宇宙中的 其他行星系统 最初都诞生于 弥漫在星际空间中的 巨大气体云 这些气体云 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还夹杂着一些尘埃颗粒 当这些气体云在自身 引力的作用下 坍缩时 中心部分的物质 会逐渐聚集成一颗恒星 而周围的物质 则会形成一个扁平的圆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圆形星盘 在这个旋转的圆盘中 尘埃颗粒不断碰撞 聚集 逐渐形成更大的天体 就像地球上的灰尘 会粘在家具上一样 宇宙中的尘埃也会粘在一起 最终也化成行星 在年轻恒星周围的旋转气体盘中 尘埃颗粒 就像大海中的浮游生物 不断碰撞 聚合 经过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 这些尘埃团块逐渐长大 形成了引力 足以吸引周围物质的行星胚胎 靠近恒星的区域 温度较高 只有铁硅等耐高温的物质 才能凝聚成固态颗粒 最终形成延时行星 而远离恒星的区域 温度较低 氢氢等气体和水冰 可以保留下来 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气态行星 不同的行星形成环境 造就了行星世界的多样星 太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靠近太阳的水星 金星 地球和火星是 岩石行星 而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则是气态巨行星 宇宙中行星的诞生 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演出 一代代恒星在诞生衰老死亡 而它们的骨灰重元素 则成为了孕育新一代行星的种子 这些重元素 在星际空间中拨撒开来 为行星的形成 提供了必备的原材料 虽然行星的数量庞大 但在浩瀚的宇宙中 它们只是沧海一宿 行星的命运 与恒星息息相关 当一颗恒星走向生命的尽头 它会发生剧烈的爆炸 将大量的物质抛向太空 如果一颗行星 不幸处于爆炸的冲击波范围内 它将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高能辐射会剥离行星的大气层 高温会蒸发海洋 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 从宇宙的尺度来看 行星的诞生和毁灭 都是极其常见的现象 正是这种不断的循环 才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宇宙 宇宙射线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 撕裂了地球的磁场 向地球倾泻出致命的辐射 癌症肆虐生态崩溃 曾经繁荣的文明走向了终结 更可怕的是 超行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如同狂风般席卷了地球大气层被撕裂 海洋被蒸发 地球变成了一个死寂的世界 在宇宙的早期 类似的灾难比比皆是 星系之间距离更近 恒星诞生和死亡的速度远高于今天 频繁的超行星爆发 向宇宙空间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和辐射 对生命的诞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然而 宇宙也展现出了它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尽管环境恶劣 行星的形成却异常迅速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一方面宇宙充满了毁灭的力量 另一方面 生命却顽强地在这片残酷的环境中孕育 或许正是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 才促使生命不断进化 变得更加强大和适应环境 宇宙最初的恒星 只有大爆炸产生的侵害和少量的力组成 这些恒星在生命的尽头 通过超行星爆发 将更重的元素散布到宇宙中 为行星的形成提供了原材料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过程何时开始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并没有持续很久 以TY561为例 这颗恒星的年龄是太阳的两倍多 形存于宇宙的早期 由于诞生时 银河系中的重元素含量较低 天文学家将其归类为平金属恒星 这颗古老的恒星 让我们对行星系统的形成 有了全新的认识 它不仅年龄古老 而且拥有一颗质量是地球两倍的超级地球 这颗行星的轨道极短 仅需十小时就能绕恒星一周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颗超级地球围绕着一颗平金属恒星运行 按照传统的理论 恒星中的重元素含量越高 越有利于延时行星的形成 然而 TY561却打破了这一规律 这个发现引发了天文学家的广泛关注 一颗如此古老的恒星为何还能形成如此复杂的行星系统 这颗超级地球的移居性如何 这些问题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如果一颗超级地球能在151年前的TY561附近形成 那么地球的形成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地球诞生不久后 生命就出现了 这表明只要环境条件合适 生命似乎很容易诞生 想象一下在宇宙的众多恒星系统中 可能存在无数个类似地球的星球 如果这些星球上也出现了生命 并且经历了与地球生命相似的进化过程 那么在我们的太阳系形成之前 宇宙中就已经存在智慧生命了 然而早期的宇宙环境非常恶劣 生命想要生存下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早期的宇宙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情的舞台 恒星的诞生和死亡 比现在频繁的多高能辐射 充斥着整个行星 行星的形成在这个动荡的时期 似乎并不困难 但它们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来自恒星的超新星爆发 理论上超新星爆炸的能量 注意摧毁行星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些围绕脉冲星 超新星的残骸运行的行星 这似乎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那么这些行星是如何在 如此极端的环境下幸存下来的呢 目前有两种主要的理论 一种认为这些行星 在超新星爆发前就已经存在 但它们是如何在 恒星的高温下幸存下来的 仍然是一个谜 另一种理论认为 这些行星是由超新星爆炸 产生的物质重新聚集而成的 行星的形成 甚至在死亡 恒星周围都能发生 这表明行星的诞生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宇宙早期恒星的诞生和死亡 频繁为星际空间提供了 丰富的重元素 为行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如果行星的形成如此普遍 那么生命的出现 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 虽然宇宙早期环境恶劣 但仍有可能孕育出生命 这些早期的生命 可能经历了无数次的灭绝 但生命的种子 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我们通常将行星定义为 类似地球的岩石星球 但生命的形态 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多样 或许在宇宙中 还有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 奇特星球上面 存在着奇特的生命形式 如果我们能够 拓宽对行星的定义 那么生命的起源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 2019年新年一始 人类就收到了一份 来自宇宙的新年礼物 Araquois 这个名字 源自北美印第安人的 波瓦潭雨 意味天空象征着 它在遥远的 刻意博带中孤独漂泊 阿洛克特是一个 由冰和尘埃组成的 双叶型天体 形成于太阳系半生初期 是太阳系形成的遗迹 星视野号探测器 在飞略时 短暂地捕捉到了它的身影 让我们得以一窥 这个古老天体的面貌 阿洛克特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保存了 太阳系形成早期的信息 通过研究它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 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 然而由于探测时间短暂 我们对阿洛克特的了解 还非常有限 阿洛克特 这个太阳系边缘的冰冻天体 见证了太阳系的诞生于演化 当太阳系还是一个旋转的尘埃盘时 它就已经存在了 它目睹了行星的形成 碰撞 以及最终的稳定 数十一年来 阿洛克特一直孤独地 漂浮在科伊波代 直到2019年新视野号 探测器才短暂地拜访了它 这个小小的探测器飞了过 只留下了短暂的相遇 对于阿洛克特来说 新视野号就像是一颗流星 划过它永恒的黑暗 但正是这次短暂的邂逅 让我们得以一窥太阳系早期的模样 与庞大的行星相比 像阿洛克特这样的天体 更容易形成 也更容易在宇宙的动荡中 幸存下来 阿洛克特的主要成分 是氢碳氧和硅等元素 这些元素在宇宙早期就已存在 氢是宇宙大爆炸的产物 碳和氧则在恒星内部的 核聚变反应中产生 而硅则需要更大质量的恒星 才能产生 那么阿洛克特这样的天体 究竟何时形成呢 根据我们对恒星形成的最新研究 我们可以推测 在宇宙诞生不久 当大量的恒星开始形成时 阿洛克特这样的天体就已经存在了 它们是星云中物质的自然聚集 见证了太阳系的诞生和演化 宇宙诞生之初 第一批恒星变在引力的作用下 点亮了漆黑的宇宙 在这些恒星形成的早期阶段 宇宙中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像阿洛克特这样的天体 想象一下 在一个刚刚诞生的星系中 一颗年轻的恒星 被一圈薄薄的尘埃和气体所包围 在这个原始的行星盘中 微小的固体颗粒逐渐聚集 形成了像阿洛克特这样的冰冻天体 它们可能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固体天体之一 见证了宇宙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 科伊波带中的天体 如阿洛克特虽然古老 但由于质量和轨道的原因 并不被归类为行星 除了这些冰冻天体 科学家还提出了一种名为青星球的概念 这种行星可能在宇宙早期就已形成 其主要成分是氢气 并可能拥有液态、水、海洋 这些青星球的质量巨大 但大部分体积都被厚厚的大气层包裹 相较于岩石行星 青星球的形成环境更加极端 它们可能起源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岩质核心 随后不断袭击氢气 最终形成一个被厚厚大气层包裹的水球 虽然青星球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存在 但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潜在的候选者 如果这些行星真的存在 那么它们将彻底颠覆我们对行星形成和演化的传统认知 并为我们寻找地外生命提供新的方向 宇宙中最古老的行星之一 名为马图萨拉 以圣经中的长寿人物命名 这个行星于2003年在球状星团M4中被发现 球状星团是银河系中最古老的恒星系统之一 其中的恒星年龄几乎相同 马图萨拉围绕着一颗脉冲星运行 这颗脉冲星是一颗已经死亡的恒星的残骸 它的质量是木星的2.6倍多 距离其恒星的距离与天王星道太阳的距离相似 通过对球状星团M4年龄的测算 科学家估计马图萨拉的年龄约为127亿岁 这使得它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系外行星之一 马图萨拉这颗宇宙中最古老的行星之一 它的形成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科学家认为它最初可能诞生于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周围 随着星团的演化 这颗恒星带着马图萨拉向星团中心迁移 在星团中心马图萨拉的星系遭遇了一场星际事故 一颗年老的中子星捕获了马图萨拉的恒星 并剥离了它的外层物质 在这个过程中 马图萨拉的恒星演化成了一颗脉冲星 而它自己则幸存下来 继续围绕着这颗脉冲星运行 构成行星的物质同样可以构成卫星 因此在马图萨拉这样的巨行星周围 完全有可能存在着孕育生命的卫星 想象一下131年前 在马图萨拉的某颗卫星上 可能存在着一个被厚厚冰层覆盖的海洋 而在这片黑暗的海洋深处 生命或许已经悄然萌芽 这些古老的生命可能躲过了 宇宙早期的种种灾难 如超新星爆发和红巨星的热量 厚厚的冰层就像一个坚固的堡垒 保护着它们免受宇宙辐射的伤害 如果这些生命至今仍存在 那么它们将是宇宙中最古老的生物之一 承载着宇宙诞生之初的记忆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在浩瀚的宇宙中 或许还有更多类似马兔萨拉的行星系统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